俄乌冲突一年来 欧洲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 俄罗斯通往欧洲的管道 天然气输送渠道遭到限制 这也导致欧洲多国出现能源短缺 对液化天然气的需求激增 市场研究机构 科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 2022年 欧盟液化天然气进口量达到9473万吨 是历史最高水平 远高于2021年的5727万吨 其中欧盟去年从美国进口的液化天然气 占总进口量的41% 达到3886万吨 较2021年增加2359万吨 同比增长154% 为解决能源危机的燃煤之急 欧洲不得不从美国大量进口油气资源 但美国经海陆运往欧洲的液化天然气价格 本就比俄罗斯管道天然气更昂贵 美国能源企业 还在欧洲急需寻求替代能源的关头 大幅涨价 依靠高价出售液化天然气 美国从自己的盟友身上 大发一笔横财 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 2022年1月至9月 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收入飙升至350亿美元 而2021年同期仅为83亿美元 同期美国液研油气企业 切萨皮克能源公司盈利达到13亿美元 而在2020年 该公司还因为收入激进枯竭 一度申请破产保护 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 2022年净利润达到创纪录的365亿美元 较一年前增长134% 其股价去年全年上涨50.5% 与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 整体下跌20% 对比鲜明 美国最大石油生产商之一的 埃克森美孚 2022年净利润为560亿美元 远远超过其在2008年创下的 452亿美元历史记录 另据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 主要受欧洲需求激增提振 2022年上半年 美国跃升世界第一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 出口量较2021年下半年 增长12% 美国能源信息局 今年1月发布报告指出 美国天然气产量 在2022年达到历史新高 在2022年前十个月 超过60%的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 流向欧盟目的地 欧盟成为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的 最大目的地 科普勒公司分析师 马特·史密斯预计 鉴于欧洲将大量补充 冬季耗尽的库存 2023年 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 有望持续增长 这也意味着美国将 继续保持欧洲最大 天然气供应国地位 美国液化天然气